我是Jay 開始囉 嗨 我是Foga 我要提今天提的是這個資料性文產生器 這個其實是延續上次大中我提過一個資料性文產生器的一個後續 那我提到這個東西的藍油其實是這樣子 今天如果你今天有一份資料 那如果你要從一個原始的資料產生到一個可以像一般人看的懂的東西 或是一個視覺化的東西 其實你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你一開始有一個原始的資料 然後你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一個清理研究的過程 任何一個人看過原始的 譬如說你去貼塔聯道點西大陸 這邊有那個網站的維護人在吧 你看過上面的原始資料 然後你要去整理它 然後你要去弄到一份程式可以去處理的資料 那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然後你要去解解再吸收 然後去整理出一份疫情 最後再視覺化 最後的非常漫長 所以我想要調整一下這個油程 我想要讓資料可以直接 一開始就自動產生一份簡單的基本的視覺化出來之後 你直接從視覺化去理解 然後理解之後 你自然就有些簡單的想法出來之後 你再去回頭去說 我大概理解這個資料在做什麼 那我再一開始來說 我對這個資料可以上下期 我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我先做 我自己 我現在已經有一個簡單的Polotide 我先拿一個基本的 一個基本的資料來做示範 譬如說我現在 這是一份Data.99.99 留上面一個資料 它是醫療機構的基本資料 非常無聊 但它資料量還算蠻大的 有兩萬多筆資料 然後有一點點小張 有一點缺漏 有一點點缺漏資料 那這個簡單的Polotide 它會根據裡面 這個資料裡面的一些分布 還有其他的屬性 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推論 去推論說 它大概可以做出什麼樣的 視覺化的分析 所以呢 那我在我完全沒有看過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內容的情況下 它就分析出了一些有趣的內容 直接讓我知道 譬如說 這是它產出來的 一大堆四十幾萬給我 其實就大概有三十幾個 三十幾個王可以給我 那我就一個點開來看啊 那我就得到一些有趣的資料 那 那因為有些看不太清楚 我直接念給它聽 這個是型態別的那個欄 型態別就是醫院的型態 那最有趣的一點是 這是最右邊最多的地方 是牙醫 那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哇牙醫果然很好賺 因為牙醫怎麼這麼多啊 對 那後來 那後來其他有趣的地方是 裡面這個分析料有一個地方是 聽力師 每個醫院聽力師的數量 那 這個下面這個地方是 每個醫院的數量 那也發現到說 最右邊是沒有 那幾乎全台灣所有醫院 都沒有聽力師 那我心中第一個想法就是 那我要是將來小孩 聽力有問題 或是我將來自己聽力有問題 沒有辦法怎麼辦 我要去哪裡找 有聽力師的醫院 因為幾乎都沒有 那就會有 因為你 那幾乎都一些非常 非常非常基本的視覺化之後 你就有一些 基本的想法出來 那你就會回頭想要去 對這個資料做一些驗證 或者一些檢查 想要去做一些經營部的分析說 欸我這個想法哪個是不是對的 然後 那接下來你也會想要去 對這個資料做一些 進一步的真理 比如說 裡面有一個來過叫縣市象徵 那他畫一下土之後 看不太清楚 但是因為縣市象徵實在太多了 那所以 命名啊 我也看不太清楚 最後面到底是什麼 最後面到底是什麼鄉鎮 所以那我就寫了一個 簡單的小程式 我就去整理他 就報告 入海 好 開過 好所以徵求是什麼 那我就是希望所有 有視覺的話 或是 或是 或是只要這裡有興趣的 都可以來幫我 好 好 讓你下一位是 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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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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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